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也不跟你多讲啦 我说这个盘叫做又多啊 挖坑盘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我就也不想多给你讲什么 你是看一下美股现在在干嘛 接下来下礼拜美国要大选 他们投票是11月5号 可是你说老师他们投票完就决定了吗 没有哦 他们12月好像17号还是18号 有一个选举人的投票 那个才可以确认哦 不是票比较多就一定上哦 你像我们这边赖皮才40%而已 他就上了哦 因为有三组人嘛 而且不是哦 他们是每个周有那个选举人票 选举人票 可能就是大部分是依据那一周 看都支持谁 比较多 然后全部都投他 所以 你有些人说是公平 有些人说非常不公平 你票数比较多不见得会赢哦 所以还有得乱哦 也不用担心哦 那最近你看到财报像亚马逊 对不对 盘后也是重挫嘛 对不对 那英特尔财报不好 就盘后大涨 苹果因为被欧盟罚了102亿 所以上季财报也不怎么样 盘后也没大跌啊 跌个1%不到 那这两天你要去特别注意哦 ADR的报价跟今天的收盘报价 合理吗 这两天台积电ADR跌几% 这两天联电的ADR跌几% 这都不对哦 所以今天外资卖个几百亿 刚刚好而已 两三百亿应该是很合理 那我再讲一遍哦 这个叫做 又多啊 整个盘中都在又多 又多挖坑盘 挖了一个坑 让空头跳进来吗 好像不是 好像是让多头跳进来 你要先搞清楚状况 来 直接解大盘啊 今天最后跌40点 尾盘几乎还翻红了 涨8点 指数开低啊 跌了588点 立刻收缴 那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 其实 卖压不是很重啊 官股在硬撑啊 我不知道这些官员在想什么啊 我也有点纳闷说 奇怪啊 军委会主委 为什么要在假日的时候去呛 呛什么什么什么 觉得媒体要怎么讲 我觉得 他是我们政大的老师啊 我是觉得他 他好像不太懂 下面人家写什么新闻稿给他 他就照着念 他不太懂 他懂的是保险 股票市场不能这样子喊盘 不能这样喊盘 当然我们不能讲老师不对 老师永远是对的 靠的是官股在硬撑 那今天有撑上来哦 那我等一下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美股四大指数是同步转弱 什么叫同步转弱 什么叫做弱 什么叫做强 有些人他会去增结我的用字 我只是告诉你不太妙 那OK啦 今天你今天看完我的节目 在看其他所有老师的节目 95%以上的老师会告诉你说 这个盘你看打下去打不下去 你看尾盘又拉起来 我跟你讲这下去做多就对了 赶快来参加我的会员 买了就涨停板 我跟你讲今天收盘跌40点 三十几档股票涨停板 四档跌停 你没有那么倒霉 刚好买到跌停的啦 我跟你讲你没有那么倒霉啦 但是观众朋友你要去了解 这个盘在玩什么游戏 接下来你准备闯什么祸 这才是我最关心的 仔细看啊 不要说我欺负你怎么样 来你自己看美股 这一条叫月线 美股已经跌破几天月线了 你自己看他已经要来季线了 那我们台股早上去回撤季线 有很过分吗 没有好 NASDAQ也是破 最强的啊 NASDAQ今天昨天晚上才破啊 那他也离季线还有一段距离哦 但是费城半导体就很弱了 台积电联电他们是编在费城半导体的 结果费城半导体不是破而已哦 他只剩下年线还没跌破 他线都破了啊 都破光了 那S&P500那也是破月线 所以你要去了解哦 今天台股去测季线 同时也测到半年线 这不是不是什么了不起哦 只是说因为美股那边还没有 人家还没有测到季线 我们今天领先去测 所以今天给他收缴 好 接下来我说问题出来 好 什么出来了 美超伟 美超伟是什么样的企业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美超伟两天跌了四成 那你觉得会怎样 不会怎么样嘛 你说不干我的事啊 我买的是台积电嘛 对不对 我买的是台积电啊 我买的是辉达啊 没什么关系 那这一整年来 这两年来 炒作最凶的就是美超伟 出什么问题 会计师不愿意签证 为什么不愿意签证 为什么今天双红大跌 为什么今天立台盘中跌停板 为什么南俊要发 那个什么 赶快在公开市场公测站 发布新闻 为什么 为什么要澄清 你都没事 为什么要澄清啊 你告诉我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不要掉下来还不知道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老师 你还没有解释什么 就是挖坑盘 等一下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告诉你 已经掉下来 确定掉下来 是记忆体 营建股 营建股今天大反弹大涨 矽晶元股 塑化股 告诉你 你不要先去关心说 老师 我买的是什么什么 什么矽光子啊 设备股 我说他们都还没有 机器人也还没有 所以你不用急 你还有时间 你还有时间 跑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不要到时候 我知道好不知道走 台湾有没有去用台啊 不知道啊 然后就发挥 全球最强的韭菜精神 韭菜就是韭菜 你就是迟早被割 怎么割而已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叫做 又多的挖坑盘 我讲一个你绝对不会 不会想要认同的事情 你注意看 开盘 一开三百点 三百八十点 瞬间打到五百八十八点 直接给你拉起来 是告诉你什么 啊政府会护盘啊 啊我跟你讲啊 很多股票都开低走高啊 你看都好棒棒 K线都收红 好 那我问你一句话 如果 如果美国大选 他的总统难产 会出现什么事情 台股一定也是开低嘛 对不对 那如果开低之后 不是走高呢 直接向八月二号 收盘跌一千点 八月五号 收盘跌一千八百点 你受得了吗 然后外带棋子点灵板 他这样的动作 今天这样的动作只是在告诉你 他的货还没卖光啊 他还想撑一下啦 他还想观望一下美股的情势 你看台股 台股在干嘛 你最近买台股了 除非你买到补涨股啦 其实大部分你都没有赚钱 已经没有赚钱了 好 今天收盘对不对 那今天收盘明天可不可以跌破 下礼拜可不可以跌破 下礼拜只要一跌破 就是来回撤这边啊 两万一啊 两万一守不住 就是来看钱低了啊 那这样下来就是四千点 不用很多 两天就可以做得到 两天就可以让你看到 甚至一天就让你看到 没有什么不可能啊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不可能 所以我跟你讲 你现在注意的是外资的动作 你要提防的是 他突然启动程式交易 其实该布局的部分 他已经布局好了 他该抓的参数 现在的超盘系统 电脑下单速度 配合那个AI系统在操作 我跟你讲 你绝对看不懂他在干嘛 他们该抓的参数全部抓到了 再讲一遍 如果今天的大盘开盘跌300点 直接打到全部跌停板 所有的股票全部打到跌停板 800支 1000支 2000支 全部同时间锁跌停的时候 你还在幻想这样拉起来 会出现什么样情况 很多当冲客全部一开盘下去冲 结果全部违约交割 人家要干的是大事 你要害怕的是这个 不要跟我讲什么 哪个老师跟我讲多 哪个老师讲得很好 怎么样怎么样 他之前都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人家要干嘛 你知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川普会不会赢 这一只灰犀牛什么时候大爆发 我告诉你 那搞得不好 美国可能会内战 你搞不懂 对不对 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黄金在大涨 你不知道对不对 你不知道这些有钱人在想什么 对不对 你只想到比特币七万了 那个马斯克 那个特斯拉那好棒棒 你知不知道这些有钱人在想什么 我跟你讲他想的 可能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今天的又多挖坑盘 希望不要坑到你 你要注意 一起动的时候 一个都跑不掉 我的会员以外 我跟你讲 很多人 一个都跑不掉 做多的 一个都跑不掉 希望你听清楚 我跟你讲的 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